妈咪,我上电视了,哈哈哈哈,故事是这样的,那天我参与了一个节目的录制和访问,这个单元主要是向大众介绍不同的领域,通过主持人的视角去学习和了解,再向大众展示一些平时不一定会接触到的事物。 这次的企划呢,就是关于长迪的,所以制作组就找到了我,因为这是我没尝试过的新鲜事,所以我就答应了,瞧了很久才终于把录制的时间定下来了,节目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播出,第一个部分是长迪的介绍和我的访问,第二个部分是主持人的学习和他的一些体验感,好了,废话不多说,请欣赏成片。 欢迎回来886的时事,今天我们就特别派出了Victoria要去挑战长迪,你有吹过长迪吗? 我没有吹过长迪,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好像有吹过那个迪子。 那这一次呢,Victoria就要挑战这个新的领域,到底会是怎样呢?马上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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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歡迎她 哈囉老師妳好 妳好 大家好 可以我們介紹一下自己嗎 我是周思琦 我是一名堂弟老師 如果是一首比較挑戰性的曲 跟教學生的話 妳會覺得哪一歌會比較難 對我現在來講 我會覺得去練一首 很有挑戰性的曲子會比較難 因為時間的關係 練挑戰性的曲子 通常普天裡面需要非常大量的練習 尤其是妳在讀書的時候 就是讀大學音樂系的時候 有時候是 有時候甚至是八個小時以上 可是現在因為工作 然後過後有 又有很多學生 所以我很難排到時間 去整個坐在那邊練那麼久 可能我只能擠到一個 兩三個小時來練習 現在是專注在教學生嗎 對現在是專注教學生 然後表演的話 就可能三個月一次 或兩個月一次這樣子而已 妳學了那麼久啊 然後妳會 到現在還是會 很堅持那個熱愛嗎 會啊不然我早就放棄了 算從十三 所以到現在 多少年了 就催長迪已經十七年了 十七年了 然後我教長迪應該是 九年了 還是今天應該是 今年第十年了 然後現在其實長迪這段里程當中 妳有遇過什麼很挑戰 然後讓妳想要放棄的事情嗎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就是從中學在 在管樂團結束這個樂器開始 我就愛上了她 然後過後一直我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因為想到放棄的後果 我就覺得我接受不了這個後果 然後我就一直堅持到現在 會覺得就是站上舞台表演 會對妳比較有挑戰嗎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就一直有在 斷斷續續留在表演 所以 其實已經 在慢慢克服那個緊張感了 當然 一個人站在 舞台上 或者是 尤其是妳吹寫奏曲那種 妳後面有整個樂團伴奏的 那種大舞台的話 還是會 比較緊張 所以 也是一個在 磨練自己 也是在學習的當中 讓自己慢慢 調整那個心態 好 我們現在馬上進入 學習長笛 我覺得這個長笛真的是不簡單 一般人可能你吹太大力 可能他就沒有聲音 吹太小力又不夠力這樣 而且那氣息控制要很好喔 真的 剛剛我好像聽到 俊宇講說要吹這個 那個T恤要吹在那個牆壁上 兩分鐘耶 而且妳以前學唱歌的時候 也有學過類似的對不對 那真的 如果喜歡音樂的話 就要真的是練一練喔 就是那個功底其實是要打好 是的 照好妳的歌 真的 音樂人真的不簡單 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我們換個心情去看一下 Victoria最近在學什麼呢 一起看看星星Cross Over 剛剛就訪問了老師 那麼多問題 現在我們就要 進行練習長笛 所以我們先要學這樣 把這個東西放在這邊 OK 所以先這樣 8秒 這個是這樣先 OK OK 這個比較大片的 是向著我們的 OK 所以先這樣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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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把這把關起來 所以這樣子領存拉著 嗯 然後這個動向著自己 然後放在中間 嘴唇中間 向著自己碰著 然後過後轉一下 對 轉下來過後放鬆 轉下來就不用這樣子了 可以放鬆 OK OK 試看 擊中你的氣 向著中間 然後吸氣 8 3 2 3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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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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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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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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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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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好,在成果展示之後呢 老師對我剛剛表現覺得如何 挺不錯的 滿分10分的話,我給你9分 這次我沒有叫老師打分 老師給我打分,謝謝老師 對,扣1分因為沒有剪指甲,指甲太長了 謝謝老師,來我們的爸爸64 然後最後也要感謝我們的場地贊助 Las Volta Music 然後老師也是一名學院的院長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找他學場地的話 可以來這裡,我們會放在這裡 你們可以來這裡找他學習 謝謝老師,我們下次見,拜拜 這就是訪問的完整版了 那天整個錄製大概用了兩個小時半 妹妹們很專業 一到場地就很快地把東西設置好了 在這裡要感謝我的朋友把他家很美的客廳借給我們拍攝 還有我的鋼琴伴奏小姐姐 一直任劳任怨答應幫忙我 哈哈哈哈 第一次獨自接受那麼長的訪問 又引緊張 前面站了很多個人不知道要看哪裡好 所以眼神有點飄哈哈 不過過程很有趣 是平時不會遇到的經歷 謝謝製作人 明慧小姐姐和八度空間的邀請 謝謝大家耐心看完我的唷叨 拜拜